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期的黑纸公主展 我是艾文 我是金花 我是CIS 我是淡达 我们上一期啊 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去年我们看过的 美剧 有英剧吗 大概 一点点吧 也有一点点英剧啊 然后本来是想跟 这集电影一起做的 没想到聊了一个多小时啊 然后我们就分着做吧 那在开始前啊 再说点题外话 这期节目更新的时候 想必我们公司那个 公众订阅号节目 已经开始内测了 这是一档定位在 午夜的情感类节目 是跟黑水公园 调性相差比较大的 但我还是找了一些 我们黑水公园粉丝来听了听 得到的结果来看啊 是比较受这个 15到22岁女生的欢迎 如果你是这个年龄段的女生 或者男孩子 平时也有收听 情感类节目的习惯 那请你把这些节目的名字 发到评论区里 谢谢 我想尽量多参考一些 当然最好是小众节目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啊 今年全年 其实有很多精彩的电影啊 节目初期的时候 跟金花曾经做过一个 2016年的这个科幻电影 观影指南 是吧 那我们今年2017年 也不能不做 是吧 还得把这个 这期节目给补上 差不多科幻奇幻的 我们都可以聊聊吧 咱们 咱们从时间节点 从今年7月开始聊吧 上半年事不提了是吧 上半年咱们都聊过了吗 变5还是说说吧 是吧 好多人问 我看你这个 还写了个预估10亿 到得了吗 应该是到得了 到得了什么预估 是吗 就是边境纲5 这是我写的 这个CS早期预估边境纲5 能达到国内票房15亿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是吗 真能吗 我觉得 因为一看三四 其实票房也都差不太多 现在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这两天 因为说实话 像神奇女侠 像什么异形 然后金刚狼 今年上半年 已经上映了这些 比较厉害的 我觉得比较棒的片子了 但是票房都并不理想 到不了时宜 你看素八 我觉得好像评价不高 评价不高 的确是 作为你们这些 变形金刚的死众 都有点不太能够同意了 说实话是有点讨厌 这个片拍的 广告金刚 这应该算是一个反例吧 这个广告界的 从变形金刚系列 我觉得在电影和动画IP之间的结合来说的话 一直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例子 其实是正面的例子 对 一二三 我说的是 等会你觉得正面是吗 比如说 当他们变成联想牌的 一本电脑的时候 散热会出现问题 你听我说 我说的正面是说 动画IP和电影的结合 广告和电影的结合里面 他绝对是一个特别特别 怎么说 这不都为反例 绝对是反面的教派 你无论里面出现这个牛奶 他那儿喝着 Would you let me finish my 蔬花 milk 就只有缺心眼的人喝蔬花盖 对吧 对 而且那个人 那个人是谁 如果我们看过美剧 都说那人是个疯子 那人真的是个疯子 对 我想说是不是咱们在这个事上 就是咱们国内的甲方 他们是不是被欺负了 咱不能老说什么事都是 是说好 咱们办的不好 是吧 咱们跟好莱坞 他们这些大制片合作 是不是他们坑咱们了 是不是 的确是 你说出来 的确是 就是包括其实某品牌的电脑 刚才说品牌了是吧 反正某品牌吧 我还是这么说 你说我们联想电脑 花了钱了 弄广告 你说他们 弄了一发热 对 他们干嘛这么干 是不是 耍你耍你 我就坏呗 而且他们这种合作是说 导演写好了脚本 你是不能改的 不是 那你至少你那个 你脚本写出 你得给我甲方先过感 过呀 你看看完之后 然后你提意见 然后我说不改 你也没办法 不改 那我全部给你了 那我不要 你不要 那边另外一个 精神会者的品牌人 等了 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 真的假的 而且他单独 他们的授权 其实都会卖的很贵 就是你都不在电影里出现 我只是卖你一个授权 都会很贵 我觉得不地道 哪公司的 哪单位的 他领个脑子 不是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么干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 中国的广告商 继续乐此不疲的买 对 你的意思是说 我这么拍 反而能达到一种 这个市场的话题性 能够易于传播 类似于病毒传销 是不是 也不一定 因为是这样 就是刚才咱们说 这个国内的广告主 国内的广告主 对于这种事 乐此不疲 因为他们根本就 没想做品牌力 他们只是希望 有一个大的曝光点 曝光量能够到就可以 因为在国内的 广告主的水平 他们只认为 我的曝光量只要到 我的知名度 只要到就可以 他们不考虑 我的品牌曝光以后 能产生的品牌力 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就是之前 就正常来说 如果做广告植入 应该达到一个效果 就是说 如果你的品牌 真的是植入进去的 而不是那种前贴的硬广 你至少完成一个点 就是你在电影 电影我们看的是什么 是制造矛盾和消化矛盾 你的消化矛盾的过程中 一旦有你的品牌植入 就甚至于是 由你的品牌 去解决的这个矛盾 你的品牌力 才会大幅上升 但是国内广告主 没有这个水平 他不知道这一点 包括国内拍的 大部分广告片 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就是我在广告片里面 连矛盾都不对 直接上来 就给你捏广告词了 这是不对的 你至少有情节 要有一个矛盾点 由你的品牌 去解决这个点 才OK 这个是正常的一个思路 但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个 而且 我就还是像刚才说的 就是因为人家为什么会欺负 就用你的话说 人家为什么会欺负他们 对啊 他看不出来 他看不出来 就你的广告主 我坑你 你还答应给我钱 我当然继续坑你 因为很简单 就为什么广告商愿意投 因为你想 买广告那个 领导给他的是什么任务 我要在边境网里植入广告 划越少的权越好 执行的 执行的就完了 三热不三热 反正领导也不会去看 对不对 领导看了之后 是一个洁评 我们出现了 对 写在屁屁里的一个截屏 你这话刚说 有话不能说 你这话也够那什么的 哇塞 这没真正 一会儿 让咱那个 现在多少分钟 前八分钟就全是 咱说的 变形金刚 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我其实看过 一二三四之后 我其实队伍 本身也没有 很高的期待了 真说实话 但是我看完之后的话 我觉得他比我 没有期待的时候的 那个心理预期还要 怎么说再少一点 因为上回说的那个事情 人类的戏份太重了 不停的给你高潮 但是每个高潮 就都没有前戏 然后就会让你特别的 就是怎么说 对 对 干涩 我还没试呢 你明白吗 我还没 我跟你说 最核心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去看的时候 都没有预期 因为看到四都已经知道 剧情可能会跑偏 然后那个 就是剧本 我们没有什么奢望 包括我去的时候 我没对剧本有奢望 我希望能看到 是机器人打架 对吧 对吧 但是 然后你人乱跑 机器人打架 但是 这一季 机器人都在跟着乱跑 机器人都不打架 你明白吗 就打架 打架的戏份 其实 而且莫名其妙的 最关键的什么 就是 这个片子 在开始的 前半程 我觉得特别棒 他开始 铺了亚瑟王的梗 最后没用 的确是 没用 偷了梅林的梗 就几乎 我觉得梅林梗 几乎也算没用 他就说后来 有个传人是梅林的 只有最后那杖是梅林的 对 只有那杖是梅林的 然后这个 那个我想 那个叫什么 包括一上 蓝斯罗特 就是亚瑟王那里 其实这些梗 最后都没用 而且一开始 会有这个红色的 一个大变形金刚 你只能看到他胳膊 看到他腿 因为梅林在跟他对话 你能感觉到 你一般的观影经验 这个人会在后来 以一个很重要的形象出现 因为开头 没给人脸 后来这个人是路人甲 然后后来 有一个小女孩又出现 她带着机器人 然后特别屌的 救了好多小朋友 然后后来 她想跟主角混 主角还考验她 就是你到底 能不能修变形金刚 回答特别六 一般我们会认为 这个女孩 一定会在最关键的时候 她修了某一个 特别棒的变形金刚 然后形成一个 解决矛盾的问题 她最后没有出现 然后 就所有的东西 她附的都没出现 包括那个 有一个管家机器人 是头领战 这个是整个这个片 我最恨的地方 其实这个 如果这个梗拿掉 这个片 我还能够 基本认为还OK 我先问一下 有删减吗 没删减 这没删减 咱们比国外多两分钟 那两分钟就是广告 你看吧 你看吧 现在我跟好多人说 一行不行 那个被删减了 多少多少分钟 是吧 别听不删减 咱们比人还多呢 然后这个 就是那个 就是我说这片 其实就是说 有一个特别怪的地方 他对于 不会觉得咱们转了吗 转了 咱们转了 我跟你说 钢铁侠咱也比别人多 那也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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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铁侠三比别人多 挺长时间的 咱还比别人多看俩演员呢 其实对于 非变金刚的粉丝来讲 你的一些剧情 跟梗铺上去是 就是说 比如头领战士这个词 他们是无感知的 但是对于 变金刚的粉丝 一定明白 头领战士是什么意思 是要变成一个小脑袋 插到一个机器身上 然后它是很厉害的 我记得在国内讲 那个算三代 它讲到在国外 应该不是三代 是日版 对是日版 你不能说话 你买的是假的 然后玩我真的 对 还真是 机型后来我 他在群里秀 他们现在出的甲板 那个脑袋插上去之后 胸口数据是不动的 我胸口插上数据是会动的 那你说两句 你能动吗 我那能动 我那萨克巨人能动 是吗 那是那会出的甲板还行 现在出的已经不能动了 对 我还特意回去 把我那头找出来 结果脑袋发现 我还在能丢了 我没玩成 然后就说 头领战士 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梗 所以他一上来 就介绍这个人的时候 说他是头领战士 我在后半程 一直在等他合体 我刚开始认为 他们不是坐一飞机去吗 我认为那飞机就是 我开始以为 那个飞机是他的身体 对我也是 然后结果 后来他们就弄了一个核潜艇 就弄了一个一般的潜艇 那你潜艇 我认为你潜艇是他的身体 最后也不是 最后那个人就没有身体 这个是令我最受不了的 你看 咱们中国影迷 最说的一句台词就是 看完《别人机场》之后 我们错怪了一星 错怪了一星 所以说他真的 包括那个普天市 就是热迫 热迫也出现了 这个其实出现也很 就不能说很震撼 普天市二代领袖 谁都知道 普天市二代领袖 他在里边叫热迫 就是因为有一个热迫 变成普天市的过程 就是在那个动画里边 你这一集不变成普天市很正常 因为你可能没有这个交代 但是你好歹让热迫这个形象出现了 你塑造一下 他领袖层面的这个状态情绪吗 没有 没有 这个人变成了路人甲 不不不 他人家是会说法语的路人甲 会说一个法国路人了变成 就没有意义 然后最可气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剧情到底是接着谁 我可以认为变金刚四不存在 然后你接变金刚三没问题 但是他的剧情上来是 晴天柱已经去宇宙了 这是变金刚四的剧情 然后主人公是变金刚四的主人公 反派变了 因为反派的四代的那个第四部的反派是惊破天 就是威震天精神转移到惊破天身上 然后他能用那个变成小方块马赛克的变形 但是这回没有了 这回 威震天出来是个正常人 威震天又变成威震天了 而且是那个正常变形 就那个功能没有了 所以就整个故事剧情都接不上了 直接你就当一个外传 我怎么着你拍 你就完了 你干嘛这样啊 是吧 所以他非常让人不理解这个片 包括刀哥 对我来说我挺踏实的 一是没看 二是我收合集 我也不用收他 我直接就是现在收一二三四就够了 而且据说这个是麦克贝最后一部吧 对 所以他有点犯讨厌我觉得 我觉得是太讨厌 他把宇宙大地弄成地球了 但据说我后来听说 说的那个就是后来有一代的那个漫画 动画里边是比较老的一代 就比较比较新的一代动画里边 是这么说的 宇宙大地是地球 但是这个设定在当年就不太被认可 因为这个设定未来不好用 而且像那个那个IDW等等 他们其实到后期的时候 把这个设定都摒弃了 宇宙大地就是个人 就是个能变成球的 对 变成脑子的 因为这样的话 你能看到他变成一个机器在天上打 对 而且他还人家宇宙大地在这里边 是非常厉害的 在整个设定里边 应该除了赛博坦之外 就是他最厉害的 但如果地球是宇宙大地的话 他怎么变形 对 我一直在想这问题 下一步他怎么变形 这是不是麦克尔贝在 用了一个不好的设定 来害后边的导演 就报复你们 让你们不用我 让你们不让我放炸弹 放花 爆炸被 后边大决战场景 其实做的 我感觉是剪极潦草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好多地方 不是接不上 是觉得特别的草率 就过去了 就是他前头扑的梗太多 最后用不上了 就是最后都没 最后那些梗 他都没用上 你比如说那个什么 十二元桌骑士 那个合体 这就一瞬间 球鱼鬼 球鱼鬼不知道怎么会 就出来就死掉 就是他前头 我觉得他想表达东西太多 他这个片子拍五个小时 没准能讲好 你说球鱼鬼这份 咱那天不是正好做完 说球鱼鬼这事 对 我看到里面出现球鱼鬼 我都兴奋了 终于证明你说对了 说对了 然后最后一上上就被卡了 因为当时我们一直 不记得球鱼鬼这个人 然后他说出来了 然后一向就被卡 而且还是被一刀一刀切 我都崩溃了 没看也就不用看了 回头上网找资源去吧 极端不好看 不太好看 差点意思 然后咱们接下来 往下进行 咱们不能都耗在他这身上 咱们尽量不在这种 不好看的片子上 耗费太多时间 好了接下来 我们要聊一些 也不知道他好看不好看的片子 因为他还没上映 对 因为还没上映 这个是卑鄙的我 第三集 咱们国内也翻译叫 神通奶爸3 对 咱们国内叫神通奶爸 这个就是经典的 小黄儿的出处 在这个神通奶爸3里面 我们会发现两个 比较坏的人 两个格鲁 两个格鲁 就是一个是光头 一个是长头发的格鲁 是吧 就是他们在这个3里面 将会出现两个很卑鄙的人 这俩人是孪生兄弟 就是你会发现在 一跟二里面的那个老爹 因为他收养了女儿嘛 那么他因为就是 被女儿感化以后 还是怎么样 他就开始想专心的去抚养女儿 然后不去干那些坏事了 但是在这里面 他受了他孪生兄弟的指使 他孪生兄弟那个邪恶的力量 又赶着了他 他们俩一块去干坏事 所以在这里面 我感觉可能会出现一些 比较逗的梗 而且他好像结婚了吧 我记得是在2里边最后 没有吧 跟那个爱恶爱挤的那个女的 一起结婚了 好像是 没领证 咱说那什么 神通奶爸 这个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形象 就这个 是那小黄人是吧 大眼房小黄人是吧 对 就什么凯文 然后是吧 那些一群一群的 这个形象比他这个电影 受众还广 是 而且之前还单独有一部电影 就是小黄人 那是格鲁的前传吗 我觉得他们好像 而且频繁出现在咱们的一些快销品上 对不对 这好像也是利用电影的一些素材来做广告 而且还是算比较成功的 这种 是吧 大家都能接受吗 对 这几行又要变广告 不是 我可以大家说一下 最近大家看到比较多的 就是麦当劳跟他之间的一个合作 那个是买套餐 然后你加12块钱就可以换一个 然后之前还有很多的产品 因为的形象的确太可爱了 我之前做过那个猛牛的 就是他用猛牛出那个香蕉牛奶 因为都是黄颜色 然后他那个 他把那个外边那个包装盒 做成那个小黄人一样颜色 对 因为我今儿那个 那会儿还没看那电影呢 我就好像看 那个时候认知度其实挺低 是因为小黄人电影要上映 所以才高下来 本身baby的我是在国内 我忘了 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上映的 二 就是小黄人是这样 一应该没上 然后是在国内悄悄兴起 对 二上了之后 好像他不是大院线 是网站 播了之后特别火 所以才进到小黄人电影 小黄人电影 其实就是说好多人看 包括好多人没看过神头奶爸 都认识小黄人 但是小黄人太可爱了 因为有很多衍生短片 在网上会传播 特别喜欢 然后就小黄人电影上了 效果 我记小黄人电影应该还不错 是不错 而且他那个小黄人 以小黄人为主角的时候 你会发现小黄人说的 他不是英文 不是法语 不是任何语言 然后他们有自成一系的语言 逼了巴拉的 说的是什么 你不知道 他们唱的歌特别嗨 跟你的调是一样的 但是唱的不是你的语言 所以大家觉得特别可爱 然后今年他们那个电影 目前神头奶爸三的预告片上了 他那个里面那个音乐 也是小黄人这一帮人在唱 然后网上又是新的一波热浪 然后都在传这个东西 唱的的确太好听了 有一首主题曲叫什么木巴拉 什么这种的 学学那个语言 不过说实话 你看 其实现在这个片基本上小黄人在称 因为连海报都是跟神头奶爸 没什么关系了 都是小黄人的颜色跟大眼睛 因为神头奶爸 其实它是最早第一集 第一集讲的是坏人的故事 一个后月亮 坏人的故事 因为那几年我记得挺流行坏人故事的 因为那个还有什么超 就是超级大坏蛋 那个动画片 就是那几年总会演一些 以坏人为主要形象 然后去怎么变好的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神头奶爸是根据那个来的 小黄人最早是神头奶爸的助手 对 二是偷月亮 一是干啥 我还这么 二一好像是自他 他要他要争当坏人界的敌人 对 然后第二集其实也是 那个坏人公司 那个银行的那个儿子 要跟他一起去争 去抢月亮 那反正什么的 三估计还有那帮人 还是这么个戏份 然后刚才不是 但老师也说了吗 又出来一个新的角色 怎么样 这个你们有何期待吗 这个肯定期待 因为这生活这么苦闷 就是唯一就这点童心 就靠他了 我都给你买那个猛牛 大耳猛牛 然后有香蕉牛奶 那个之前 我们给他们做VH5 就是关于他们合作的 有一个游戏 原来你是我们弯的 真是 我都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来来继续 继续 哦这个七月 这个这是金金花的本命了 这个 但是我先说一下 蜘蛛侠 这得八月之后了 哎呦 这八月之后了 为什么 好吧 我们这块留白 我们这块留白 因为有更重要的一些好电影要上映 哦对 我们得按时间说 七月二十八号有一个非常好看的电影 真的别 别调查 不是那说两句吧 难道不能那个 这个 这个蜘蛛侠 反正肯定未来会单独去 应该会单独再做一期 其实这回蜘蛛侠这回口碑还不错 因为国外已经就是口碑已经放出来了 已经国外都上了 一百声 上没上 但是他有点硬嘛 就是口碑已经解尽了 因为他们是你先看 也不许你在网上评分嘛 现在已经解尽了 口碑是不错的 而且就是小鹿唐 你也能够在家道里边 然后这个能保证这个片子 我觉得说实话 上半年很多这种超级雄片 或者说科幻片的 不能叫铺但是不能说铺接 但是效果不好 但是蜘蛛侠是有可能在国内能够起来的 因为蜘蛛侠对小孩的影响比较大 这回的蜘蛛侠演员是新演员了 内战三的那个演员 那个荷兰蒂吧 是他们叫荷兰蒂 但是据说 据说这个蜘蛛侠的梗 早在钢铁侠集里边就埋过了 是有一个穿着钢铁侠衣服的小孩 然后那个人实际就是蜘蛛侠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 就已经埋过了 那是钢铁侠第二集 他说如果钢铁侠不在的时候 谁来保护我们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小孩 穿着他的衣服出来 就是去迎战那个机器 对对 这个就是 据说那个应该就是蜘蛛侠了 所以是不是漫威自己往回找吧 他肯定之前是做过这种梗 这个我倒相信 因为他很多梗都会留好了 就是说未必未来能用 然后包括这回蜘蛛侠 有一种可能性 这无音音我没看 但是我只说猜测和一些那什么 他有可能不是 他还是彼得帕克 他还是这个蜘蛛侠 但有可能会出现很多故事 并不是彼得帕克的故事了 而是来自于黑蜘蛛侠的故事 读业什么 不是那个 黑蜘蛛侠 中级版蜘蛛侠里边的一个小男孩 黑人小男孩 所以有可能是从那个人的一些故事来 但这些都是不太确定的 因为我没有看 而且最逗的是 他的那个反派 是个叫兔旧 然后这个演员很神 他以前非常喜欢那演员 他演过蜘蛛侠 而且他演过鸟人 他在鸟人里边演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是一个漫威过气的英雄的扮演者 但是他人过气了 他非要在舞台剧上去演 他女儿还是他们演蜘蛛侠女朋友的 然后这回他真的演了漫威里的一个鸟人 就是那个兔旧就是会长着翅膀 天上飞 他演的角色都是带翅膀的 你想他是老爷子带蝙蝠侠 蝙蝠是有翅膀的 他演过这个鸟人 这个都是秦类的 然后他兔旧 我他们还有那张盘子刚想的 鸟人是吧 鸟人真的挺厉害的 我觉得那个 我可以把盘给你们 你可以看花去 是吗 那个真的 他最后不是 其实他最后 他就是认为自己已经真的飞起来了 对 那个鸟人里 然后所以 挺讽刺的 挺讽刺的 这个是挺讽刺的 那有机会 可以聊那个奥斯卡的获奖的 所以这回 如果你可以看到 奥斯卡获奖的 这个片子的主演 来去演这个反派 所以这个片子质量 我觉得基本还是有保证的 但是从现在来看 他可能会相对轻量级一点 因为他没有像雷神 或者像雷神3 或者说像美国队长 美国队长这种内战 然后他有那么多的串联的人物 他基本上就是变成了一个 回归到一个单独的英雄片的 这个拖起来 漫威是这样 之前我看过一个 他们对于漫威 就是主创人权的一个采访 就是他们在一二的时候 都是铺线 包括其实之前的每一部 他们不叫做Face一 就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这个是他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吧 这个应该算是 然后他里面 其实这个每一部 单人的戏份的时候 都会以这个单人 或者跟某一个漫威戏里面 他一直是这样 一直这样 到第三部的时候 一定是多角色之间的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蜘蛛侠太特出了 他是漫威真正的流量的小声 流量第一 所以他有钢铁侠来帮助他 来拖这个票房 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反正我始终觉得 可能反派有点偏弱 因为突救并不是很厉害 但是现在有另一个说法 是说索尼会单独 这不是索尼拍的吗 因为他跟漫威合作了 他会在单独拍独夜 单独拍独夜的时候 可能蜘蛛侠会去独夜客串 就是他要在漫威体系之外 也不是之外 就是漫威体系之内 然后再单独画出一个 蜘蛛侠的小圈子 这个会比较有意思 但是这个片子 反正现在说是 他们内部适应和点应的好评 基本上非常厉害 比前两天 就是前期日子的银河 火月二 那个还好 因为这个比较觉得漫威现在这个质量 就是这个电影的质量 应该是不是有保障的 这应该咱们要八月份才能看到了 对吧 对 也八月份了至少 完了 那还有一部也是可能要在八月份之后看到的星球崛起3 这片子咱们很期待啊 咱们年初的时候就就琢磨过这个 准备金刚的时候就准备错了 我把这个跟咱们金刚给那个弄火了 然后我我不知道 那就是那会说金刚就老想起星球 老想起那个猿人星球嘛 完了就计划了 其实你没准备错 因为主演都是同一个人 都是安迪·索金斯 是吗 因为他是那个做动态捕捉的那个演员 凯撒和金刚都是他做动态捕捉演的 所以演员都是一个人 没错 那可以 这个星球崛起啊 这个他应该叫什么呀 就是叫猿人星球啊 还是星球崛起啊 现在这样就猿人星球是老片子 老片子 老片子 而且其实老片的时候 他们也叫过好几个名 但一般会叫那个猿人星球 就除了丁伯顿拍的那一部之外 前头还有 我看一般说是三部 我看也有说是五部的 有说是五部 有说是五部的 反正我是在最近一段也在重新看 那个六十年代那个老片 挺有意思 那个我们可能会在猿人星球崛起之前会聊 他讲的那个片子 讲的实际上是怎么怎么讲的 就是大概六十年代了 我觉得剧头下没事 反正就是人坐飞船 然后经历好几千年 所以我回到地球 发现都是猴 就这么个事 然后星球崛起 讲的是这个星地球 为什么由人变成猴的过程 它相当于老板猿人星球的一个前转 或者说是 后转 我怎么说 它应该是 这不好倒 这有点什么意思 有点叫什么来着 无缘信息 它在时间线有点转圈 所以说是前转也好 后转也好 反正它是中间补 它是补了中间缺的那块 就是到底地球是怎么着 从人类控制变成了猴控制 然后这些星星们 还会说话食武器 因为第二步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了 星球崛起第二步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 星星会使枪了 对吧 所以就是从人类 怎么变成星星控制的 就叫星球崛起 原来的那个叫原星球 这并不是翻牌 而是补中间空的那块 但是英文好像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吗 咱们中文反正翻译现在 对 中文我觉得这回也是 智商挺在线的 就是翻译的 其实是不太一样 咱们的翻译一直都很在线 咱们的翻译很厉害 咱们的翻译很厉害 就是很传人的 这个二十几个英文字母的 这种语言实在是太落后了 这没法跟咱们 中华文明的语言 像咱们这次流的一出来 星球崛起 这整个 这就是一个微小说 我真觉得 这个星球崛起 四个点翻译特别帅 而且那个星的 就是同音 同音字 同音不同音 太酷了 就是这个星球都被星星控制了 他们是怎么崛起的 崛起 而且后边那三第三步 很清楚 非常期待这个星球 因为我上半年 错过了金刚也没看到 然后我想看的时候 发现有两个过去了 然后多说一句 国内这个票房预估 你预估的准 我觉得 这预估的可能有点高 就是我不觉得这个票 我觉得你这个数都高了 对 但是他觉得他是在往下雨 是吗 你觉得咱们国内这个片子就只值这个钱吗 对 也许比这个还低 一定会比这个低 那好 票容易定了 不太看好星球崛起 三在国内的票房 这个是真的 因为他跟一二的联系性太强 你直接看这个 你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 而且你的代入感特别难代入 你是代入到凯撒 你还是代入到人类 就这个是很别扭的 而且他再加上之前六十年代那版 我估计更没什么人看 所以他可能票房不会太好 但是我很喜欢 我非常期待 主要一跟二票房都不怎么样 是吗 我个人原因 因为这个在电梯等电梯那会儿 一句话说不明白 知道吗 马上 怎么这七月份这么多 咱们不能放的片子 我据我所知 这个现在反正七月份公布的 这个应该是没有 是什么 我先说一下 咱是聊半天了 星际特工 因为我们现在是对着PPC的聊 咱们什么感觉都没念名 还说中文翻译的好 忘了 千星之城 这是吕克贝松导演的一部 不是干星 你那写的干星之城 签签签 自体的问题 我先评价一下 再来自从你加入这个节目之后 发你的票房预估能力 非常强 低了 这个票房估低了 还那么高 还那么高 对对 不是 你得看谁演 对对对 这个我们的流量来源是哪 这个是非常关键 吕克贝松 吕克贝松导演 不是谜递吗 那个谜递 是贝松的贝先生的谜递吗 不是 我是那个Kara的谜递 那我是吕克贝松前妻的谜递 就是这里面有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性演员 Kara她原来是那个维密模特 然后后来签的那个什么 签的Bubber 你们这名字记得都太好 我这外国明星的名字 我最多记住不超过三个 就是这个人是演那个自杀小队里边最后的女魔头的那个女人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 女魔头不是那个赛龙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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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杀小队里那个最终boss 自杀小队里面那最终那女boss 是她演的 Kara演的 然后她演过指阵什么的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就是有很多人喜欢的一个明星 那怎么样 这个咱就是你们期不期待 期不期待这个 我还挺期待 因为我那会儿去 年前我去看金刚狼的时候 那个香港在放这个片花 我当时就觉得 去年就开始放片花了 上半年 上半年 一定会非常好 不是 这个吕克贝宗不是说他就一生只拍九部电影吗 完了后来就一 十部 十部 然后那个第十部的时候说我这第十部是个系列片 所以拍了三部 后来臭不要脸 我开始拍第十部 不是 后来他有一阵 他好多电影 他都把自己挂成了监制 不是导演 这忍不住了 但是我真的看了片花 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单从视觉片块上 而且他这个片子其实应该投资非常的大 这里边除了我们的这个国内的知名演员 和国和那个美国的知名演员以外 还有法国的 然后全世界各地的知名演员 那就是说非常的international 对 非常international 我就只有一个问题 咱们这次看这个片会比别人时间长吗 是不是应该长吧 可能是另一版本 长就是赚了嘛 就好嘛 长比短好 如果咱比外国长 那我觉得我非常期待 就是吕克贝宗的片子一直质量还是非常在线的 因为他确实 他后来他等于是做自己的电影公司了嘛 就是拍的不好 他就挂挂挂挂挂这个制片了 可能就 因为确实他有一个自己曾经说过要拍十部电影这个事 他第十部电影也真拍了三部 所以就他现在能够再继续导演的身份 说出来去出品这个东西 绝对 我是真的相信绝对有保障 而且吕克贝宗真的也几乎是有一些 我觉得他是有一些全 就是导演全能的这种感觉 他拍的像天使A的这种喜剧片 黑白喜剧片有 对吧 就是这个第五元素这种纯科幻片有 杀手利昂这种 这种温馨的这种 就算温馨吧 就是文艺片 剧情片 剧情文艺片 就是他真的非常全面 而这回这个千星之城 就是应该是发生在这个 就是未来世界吧 就是这种太空啊什么的这种 他的视觉效果 其实他我觉得很久没做过这么大的视觉效果的东西了 但是在第五元素 我几乎是没几年会重看一部第五元素 我觉得第五元素就 确实因为米拉桥 确实因为米拉桥 但是当时的那个车在天上飞的这些特效 你现在看也不觉得多过时 而且非常的符合逻辑 对对对 所以就很在 我很期待这个片子 而且旅客贝通在咱们国内的 是很有号召力的一个导演 他是国内有很多他的谜底 有很多他的谜底 他是一个法国导演 他自己的公司也是法国公司嘛 这得是我们中国人的老朋友 他跟好莱坞接近 但又不一样 所以会有些意思 接下来 东克尔克 每次读这节捋舌头去 这个东克尔克是我比较喜欢的导演 诺兰 这是正经谜底了 是诺兰跟汤姆帕 到底有几个偶像 反正挺多的 挺多的 敦克尔克是一个历史事件 就是二战时候的 那个英国撤军的事 然后当时让这个英国 就这次撤军事件 保留了一些二战对抗 就是法西斯部队的主力军 但是呢 就是让这个英国丢掉了一些战略上的一些优势 就是因为他等于把英国腹地暴露了 但是为了保障这个可处于发展吧 为了保障人力物力 所以还是从这个东克尔克撤退了 他讲的是这么一个事 但是这个片具体会拍成什么样 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现在就我看这个海报啊 海报很有当时 就是邱多洛演那个兵临城下的时候 那感觉 因为兵临城下讲的是那个 涅琳格罗战役嘛 涅琳格罗战役 然后就是 邱多洛演的这个角色 他演的是瓦西里 这个瓦西里通过就是从那个尸体里面 我看的不是这张海报 很有可能我感觉会有点像 那兵临城下里边那感觉 就是邱多洛演的瓦西里 然后在那个 涅琳格罗战役里边活下来了 然后还杀了一个外国军官 杀的不是那谁吗 那个哈里斯 就是埃多洛里斯 最后跟他对居嘛 就是两个狙击手 所以我觉得东克尔克 这个片很有可能 他是通过一个 某一个人的小事 放大整个一个战场 黑天 他马里站在一个 破损的大楼上 然后自己默默念着一些台词 你今天真活跃 叮动下吗 那个 带一斗 反正 这片的票房 对 这个 这又高了 这又高了 但是他方向对 4S的预估 比别人的预估票房要高 我确实觉得 因为诺兰在国内的号召里 还是很OK的 不光是这个 去年其实你看那个 就是说中场无战事 战争片 战争片的这种 包括那个 那个谁 那个 梅尔吉普斯 他拍的那个 叫什么烂呢 就是也让霍奥斯卡的 救人的那个 然后这些在国内的票房 去年都还可以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还会高点 因为本身这二战机材 咱们比较熟悉 咱们比较熟悉 因为咱国内有很多这种 二战军事迷 再加上诺兰的号召率 不用说了 他的迷记就不相信 他会拍出烂片 这是一种 就是有点宗教性 你知道吗 但是烂了 他也得说好 反正现在回顾还没有 没有 因为他水平真在那 他水平真的是不一般 他地也挺厉害 他如果能把这个战争片 应该是大场面片子 如果能把这种片子 也能玩透了 我操 我觉得他就真可以了 我觉得说实话 我觉得他选 敦霍尔克这个 我觉得可能要 战役这场车退 他能选这个点 就已经这片成功一半了 就是之前聊过 就说我们会不会聊 我就不建议聊了 因为聊也没啥用 大家去网上找一下 袁腾飞老师 讲二战的时候 专门讲过敦霍尔克 打车退 我听的真的是流泪的听 就那个故事 有特别多 可以展开的感人的地方 回来跟他说敦霍尔克 敦霍尔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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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 说这题目的时候 得先捋舌头 好吧 来 咱们继续 刚才那个 敦 你也不知道 刚才那个敦 也是7月份的 这个应该也会割到8月 但这不会 这应该也8月了 继续 Emoji 这个可以聊一聊 这个Emoji大电影 就是自从我看了 之前那个像素战争以后 我觉得现在这帮拍电影 这些人脑洞大开 现在除了能把那个像素拍电影以外 表情也能拍电影 然后当时据说就这个 就是Emoji大电影 就是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哪怕是用表情拍电影 都比某些人那个表情多 你知道吗 太那什么 我觉得这样 这个讽刺 就是讽刺吗 他可能就是心情不好 我说这个挺逗的 好像是X教授在里边 会饰演一个角色吧 是大变吧 好像 我还真不知道 配音还是 配音 肯定是配音 因为这里边 他是讲那个表情 QQ表情 这个消息不准确 但是我是真的看一个节目里边 就是问过他说 好像说 他会给一个表情配音 反正是一个可能 大变 或者什么 什么这种不好的表情配音 不是五脸吗 然后问他 五脸那个 那是经济民航 然后问他 就是说 如果你给这个配音了 会不会女王撤销你的 那个爵士分好 所以他 你可以看上来 他可能真的 还是有很多 著名的演员 会去给他配音 就是很多人 对这个片还很重视 因为确实 这可能 真是一种新玩法 我不知道他会拍成什么样 咱们国内有种 表情包文化 咱们现在 发帖都不打字 都发表情包 我什么 我洗洗脸 我给二楼洗洗脸 你真有王感 特别有王感 我每天到上贴吧 决击 现在王感一决 咱们就失业了 咱们就失业了 二楼还做各种别的包 反射 反射 表情包嘛 对不对 现在就是这个 国内外 可能就是说国内外 不光是国内外 就每个国家 表情包 好像使用方式 跟比率都不一样 所以我不确定 国内会不会好 因为可能真的 国内看不太多 可能咱们都看不太多 就是这个emoji 对于用iPhone 机型的人来说 还不太没收 因为iPhone 它用的自带表情 就是emoji 王白特公好看 王白特公 你也看 你不是说你没看吗 王白特公 都是那个英国那个 可怜费斯 英国那个 就是一特老的特公 特年轻的特公 看了 我看了 我怎么没看 我看了 我也特别喜欢那个 特别喜欢那老头 拿鱼伞揍人的那个 这片这样 我看这片的时候 让我有一种 看007的感觉 因为首先是这样 他这个 这个王白特公里面 发生的故事 是英国的特公 然后007呢 讲的是MI6 这个特公组织 首先它的地点 都是英国 第二呢 就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就是这个王白特公里面 有一些 这个搞笑戏谑的成分 007呢 比较正统 然后比较正式 相对严肃一些 对 但是这个里面 他们俩有一个共通的 就是从007和王白特公里 我们都能看到一个点 就是他在教你 如何成为一个男性标杆 这个里面 主要教你的是一些打扮 还有一些 你跟人交流的一些技巧 然后像007 可能更多的教你的是精神 因为他衣服都穿在身上 这里面 他很细致地教你 绅士嘛 什么 对 什么样叫做绅士 你出门要带伞 对吗 其实这个伞 他可能是出一些礼貌 可能为一些女性去打伞 但其实在这里面是有武器 但是就这种文化 这种文化是可以保留下来的 包括鞋的分类 对 对吧 就然后包括你西装怎么去穿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这些东西 竟然都能用作为武器 对 把这个老传统啊 包装成这个 现代特工的一些手段 特工职业 必须要具备的一些本领 对 这很有意思 然后还有就是 在一里面 就是比较有风格对撞的 就是他选了这个 塞米尔杰克逊老师 这个万佩 塞米尔杰克逊老师 被称为万佩 一个美国嘻哈风的人 跟一个英 比较纯正的英国绅士之间 这个对科 然后最后就是 最后也发生了一些火花 虽然这个科林费斯 被被被毙了 但是最后这个 小年轻也为他报仇 但是我看的 有一张剧照里面 是有一个单脸 就是单眼戴着那个眼罩 然后刮脸那个镜头 那个好像就是科林费斯 我给你看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看这个 王贝特工的时候 我想到了 联想到了 黑衣人 Man in Black 有点那劲 就是还是挺像的 很美式文化 那种劲 比较重科技 完了会开一些 这种美式的玩笑 但这片子里边 咱们可以看到 很多浓浓的 这种英伦的味道 它很绅士 非常的绅士 所以我觉得 而且我记得 一上的时候 就是老头宫 小头宫 都得到了很多 女粉丝的青睐 所以靠女性粉丝 可能也还OK吧 反正我回去看 你回去看 我看了有科林粉丝 这演员表里有科林菲斯 还有那个 川莹塔图姆和哈利贝瑞 就是 我觉得CIS这个孤低了 因为他 这个数 对我这个 我刚才我想出孤低了 因为女孩会喜欢看这个 因为确 我觉得他这个 三亿都高了 不会至于那么低吧 反正不太讨喜 不太讨喜 不太讨喜 真不太讨喜 定位尴尬 可是特工片 但是他就是 特工喜剧 对他很惯 你说他给谁看 对 可能会小女孩喜欢 看着看那老大爷去吗 那你没有咱们 国际明星 在里边 有中国的能上十亿吗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就还可以吧 还可以 应该不至于那么惨 三亿可能太惨了吧 接下来一下 我们就进入到深秋了 2017年的10月6号 现在定档时间不一定 没有定档 正好上映的是 《银翼杀手2》 不是一的重制吧 它是 这个片叫 《银翼杀手2049》 2054 我在网上看 怎么写2049 没事 你那倒 雷德利斯科 老爷子 雷公 现在随着自己年龄增大 也是开始怀旧了 把自己年轻时候 自己倒的一些老片 又重新 开始倒腾出来了 是不是想该收我的 得收收回了 落叶归根 我觉得 还不知道老老师拍一行呢 就赶紧把一个了结了 这个二拍了 我估计又是一堆坑 然后就是 你还得助他长寿 我大概能预估出来 觉得《银翼杀手》跟一行 都是大世界观的东西 他有没有什么徒弟 儿子之类的 能续上的 一去也容易跑偏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可能 在国内这个片不会太 效果不会太好 不会太好 但是我觉得 作为看文艺的人 肯定会去看到底 哈里森福特演的那个人 到底是不是 生化人的这些梗 总会去追下去 因为这还不是 这个还是哈里森福特 继续演吗 这个片我感觉 可能会有文艺风 因为这个雷公在这里边 好像不是导演 我就怕他 好像不是导演 导演是维伦纽瓦 维伦纽瓦是那个 之前拍那个 降临的那个导演 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资料里面 写的导演是维伦纽瓦 拍降临的那个导演 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有 这个文艺风 会不会出现 一些奇怪的文字什么的 这都说不好 维伦纽瓦拍的话 也是一扇那种劲 就这么可能 因为我想起你的 是老送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丈夫 对我走来 你想设个孩子吗 《时间一杀手》 对科幻的影响 确实太大了 我觉得科幻的一些 硬核粉丝会去看 但是这个片子 我觉得对于国内 也不是很强 因为老板 现在看的话 也很难看下去 真是说有情境的人 才会去看 因为那个片 它比较相对 比较晦涩 它是菲利普迪克的原著 它那个年份 年份离它有点远 因为毕竟这个 迪克这是二十年代生人 这个 我现在都不确定 这片子能不能引进 的确 而且好多人 就是看这个阴影杀手 老是奔着那个 队科那种大场景 他讲的不是那事 OK OK 不是不是那事 咱们 咱们往下 咱们讲 往下这个进入 金花 金花的本命了 雷神 这回雷神三诸神的黄昏 应该票房差不多吧 因为雷神的票房 一直不好 雷神的票房 一直不好 雷神的票房 一直很刺 真的 而且就是 后来复联起来之后 它都没脱起来 其实你像漫威里边 一些架空 纯架空角色 就如果没有任何背景的 好企业在国内 像他这个 跟奥丁相关 甭管 咱甭管那个真实的 那个传说里边 他是不是奥丁的儿子 漫威的宇宙里边 他是跟神话是接着鬼的 所以这个角色的设定 包括星宫 那是叫星宫 阿尔斯卡尔的 就这些设定 其实大家没有那么容易理解的时候 大家就不会特别喜欢这个角色 就是因为他是个外国神仙 对 这个如果是雷公电魔 如果这个是雷公电魔 可能就票房还能行 因为大家的文化差异 尤其是雷神一跟雷神二的 那个文化差异 实在是太硬 但是这回好是好在 有这个叫谁 有这个绿巨人加入 所以我估计绿巨人能给他加点 加点这个可看性 因为之前你不是也说过吗 咱们普遍更喜欢像钢铁侠那样的 富二代 是吧 更喜欢像这个蜘蛛侠这样的 年轻美少年 所以需要绿巨人 咱们这叫什么 一帮一一对红 这都一点不压运 包括洛基还会有 洛基的号召力现在比雷神大 这个是关键 洛基的号召力比雷神大 而且包括这回 反正他们我觉得已经疯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漫威宇宙 这个怎么说 要让人失败 必先让人毁灭 必先让人疯狂 他们现在已经进入疯狂状态了 我也觉得他们已经 你看看这个 来参演这个雷神三的 这些演员的名字 安东尼霍普金斯 凯特布兰切特 对 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嘛 就已经开始请大袍了 而且这些人 在前几个电影里面 都没有出现 是不是有一些 新的重要角色 又埋了一些新的线 我告诉你都说不好 那个霍普金斯 有霍普金斯 是奥丁 那个凯特布兰切特 是演他们的新敌人 这回 是演他们的新敌人 然后多说两句 就是实际上 我个人觉得 就是漫威的这套 英雄玩法 现在会开始出现瓶颈 因为有一些内部的 有一些内部的一些消息 会说 其实漫威影业 跟整个漫威电视联系剧 已经分家了 然后漫威影业 现在已经独立向 迪斯尼回报 跳过了漫威漫画 然后他们把漫威漫画的 什么创业组给全开了 就因为影业太挣钱了 他开始反噬动画了 而且就是歧视 歧视影视作品 所以就是说 看漫威漫画的人 跟看漫威电影的人 已经是要是分裂出两拨了 这个本身就分裂成两拨 我指的是高层 他们的高层 制作团队分裂 因为漫威其实最早成功的 成功点是在于彩蛋 在于那些网络传的小片 在于电视剧跟电影的互动 现在这些他们全没有了 因为他们的影视公司 跟他们的那个电视剧公司 是分离的 而且跟漫画也是分离的 那我们现在还有几个 就除了那个 网飞的那一系列 那就神盾局 就是神盾局 而且马上会面临出现的 就是 还有一个片子 叫艺人族 就艺人族 这个片子是电视联系剧 但是用IMAX拍摄 在电影院放 对 特别怪 对 这是不是应该叫微电影 对 他们就是说 就是那年那个什么 那年那个 像神秘博士也干过这种事 就是他们会有那种 特别把特别急 对 之前兄弟联干过那事 是吧 太平洋战争 兄弟联 这些都干过那事 但是你说 福尔摩斯本身 它就是个电视联剧 但它制成一个电影放 所以说艺人族 他们要 本来是个电视联剧 要把前两集 合拍成一个电影 去电影院放 然后是IMAX 然后也是今年 但是据说 跟整个猪宇宙 基本上是连不上了 所以漫威内部 再开始出现分裂 然后他们的演员合同的 到期程度 会出现问题 说之所以 他们开始会分加 核心就是 萨米杰克逊去了 是哪客串了一下吗 就那个 那个什么 神顿局 去神顿局客串了吗 反正漏过一脸 这个要占一次合同的 这个要占 就他们那个 美国人都特别事 就第一季 最后的时候露了个脸 拿了个火箭炮 给人炸了 没了 但算是说 这些都是要走合同的 然后就是漫威影业认为 漫威电影联局 在拖累自己 但实际上 它让整个漫威宇宙观 在破裂 很多粉丝 其实愿意看到 捷奇卡琼斯 跟叶魔侠 去到电影里边 但是据说 叶魔侠的主演 自己声称 说的 如果漫威电影里边 有叶魔侠 绝对不会是他 就所以漫威可能会面临 这个就是 从盛望摔走的这条路 它也可能到时候 全都是摘面具出现的 但反正就是说 雷神3之后 可能再有就是 复联3跟4之后 确实会很危险了 钱挣够 我干点别的去吧 马上来的下一个片 就是 DC可能 今年发力 我就希望 温子晨导演来 导DC 我现在心里 已经留下这心情了 这个事场 留给DC的空间 非常大 就是漫威跟DC 最多是漫威的东西 出来大家口碑 基本上是一致 而且不会两极分化 可能不会说你天好 也不会说你烂刺 就说你真的是一个 特标准的爆米花电影 但是DC的出来 都两极分化 说好的就聚好 说不好的 就给你一星这种 所以DC一直有争议 他现在正义联盟 今年不是下半年 这是跟咱们看 11月份吗 就要上了吗 我觉得 希望他是个好的起步吧 因为神奇女侠 确实上半年 这脸露得太大了 真是不错 我觉得能 就冲这妞 应该有不少人来看 然后再加上 之后会出的海王 跟温子仁的配合 我觉得可能 他们真的能拍出 不一样的超级英雄来 这个其实挺期待 我现在感觉 当DC开始示威的时候 就是衰弱的时候 DC真的有可能会起来 因为我看了 网上一个消息 说红色之子可能会偷拍 那篇能拍吗 美国人 他们见识吧 美国人投资拍 红色之子有可能会偷拍 据说现在已经开始 跟一些导演在接洽 有人说这个是谣传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是不是谣传 就说明这件事 在提出来了 这件事绝对是在一个 要考虑的范围内 如果那个要拍了 我觉得他真的有可能会超过 诺兰的蝙蝠侠系列 他能够让超级英雄 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 顶峰的这种感觉 希望他DC能做起来吧 因为我对DC跟漫威 我更倾向于DC 就是我比较喜欢 他那个叙事风格 因为之前一直是靠 蝙蝠侠这个大的IP 但是现在已经说了 蝙蝠侠的那个 不算在DC的宇宙里 是吧 哪个要 就是诺兰的那一套 你跟现在这个宇宙没关系 就是说以前DC是 由蝙蝠侠这个大的IP 撑着一帮小弟去玩 你像超人的IP 其实都没有蝙蝠侠打 蝙蝠侠从八九十年代 就已经开始有了 就是各种影视剧 而且各种大牌都参演过 对吧 就包括你像那个 尼克尔森这种反派 是吧 这种大牌都去演蝙蝠侠反派 说明人类力IP很大 但是就是从 你要说这个正义联盟成功 我觉得跟那谁是离不开的 肯定跟这个盖尔加朵是离不开的 因为毕竟上半年有 然后趁着这热乎气 他再砸一个正义联盟 但是你要说 温子人我觉得够呛 因为首先温子人的片在中国没有功用 就是温子人在中国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 对 海王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 又是一个比较生僻的一个英雄 对 所以我估计他还是靠这盖尔加朵 和这个蝙蝠侠去领着 然后超人呢 因为据上一部的这钢铁直驱的时间有点久了 大家可能会有遗忘 就是这回正义联盟里应该没有理 但是绿灯可能会以绿灯军团的形式 单独出单独电影 然后未来可能会加入 这回可能在所在这个正义联盟里边的 应该是蝙蝠侠 然后神奇女侠 闪电侠和海王 还有刚鼓 然后超人可能会以这种 就是一上来不存在的形 因为他死掉了 然后最后出现 我记得好像有片块有长发超人 先天少年的那种超 但是说就是 也有人说 我说诺兰把DC坑了 因为他弄的蝙蝠侠的这个系列 就奠定了 必须得这么玩 因为除了蝙蝠侠 其他的那些英雄应该还是挺亮 但是还好 就是神奇女侠这回挺亮丽的 非常阳光明媚 非常可爱 你知道有一什么问题吗 咱们看漫威的那些电影 每个角色出现的时候 都是带着不同的性格 有轻松诙谐 有年少英俊的 但是DC这些角色一出现 你就感觉每个人脸上都背着 那个深仇大恨一样 就老是一副要找到自己杀父仇人的那劲 你不觉得吧 每个人都特别沉重 就背负着巨大压力 可能每个人好像都父亲好像不错 苦大仇深的一群人 他是苦大仇深 咱们就看这张假海报吧 你就看这歌底 就没有一个轻松的 没有一个轻松的 背负着这个剧情上 给予他们的压力 也是背负着影迷对他们的压力 不容易 真不容易 希望他这回好 希望他好 发现好像近了DC这宇宙 这当想当英雄 你家里都得出点事 基本上都是 好像是吧 其实有没有 其实漫威那边家里也都有事 对吧 不不不但是你看那个钢铁侠 你要是队上扁竹侠这样的话 你就钢铁侠这是富二代 一样都是父亲年轻时候被弄死了 被怀然弄死了 但是就是心态不一样 对 那边这边无所谓 反正我也有钱 扁竹侠这边就是 我得报仇 心态不一样 这边人心态可能 可能抑郁症多一点 咱先说一下这是什么 星球大战8 星球大战8 应该是最后的绝地武士 好像我记得现在定的名 应该是 这个主要看点是 有没有 主要看点是 这回有没有人断手 对 其实说实话 主要看点是 那女孩到底是谁 对吧 因为上次是没看出 那个女主演 那个7的时候 那个女主演到底是谁 那就是那个闺女 没说没明确说 还真是 没明确说 对 大家猜是她闺女 是不是这回 但是要不然她为什么有缘令 所以就是猜 是不是这回会说 I'm your father又来 然后咔一断手 就是这种经典桥段的重现 这个不太清楚 但是上一部是勾勾拍的 这一部不是了 这一部不是了 所以其实这部 我现在有点 有点就是无从下嘴评断 是吧 因为勾勾改美国国歌去了 对 那可能干那事去了 就是你具体是站着 还是跪着听 反正星球大战在国内的 一直不温不火 上那个就是那个什么 狭盗一号 狭盗一号非常火 狭盗一号很神奇的是 因为它跟整个体系 有一定的剥离 然后不光是国内 包括国外 对于非核心的 青大战粉丝特别喜欢 而且据说国外都是 翻什么东西回到 来看国内 因为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国外就那么讨厌 他们的国家 不能随便看我们的网 然后他们来特意 就是想办法来看 姜文和那个 甄子丹的那个 年轻时候的照片 然后据说在当时 在国外的社交网络 已经刷爆了 就太帅了 这两个中国人 就很多外国人喜欢 尤其是姜文和这个 他爱哭 我也觉得特别哭 我也觉得特别哭 但是你一想到 那个狭盗一号 之后你再转到 青春大战8 我老觉得这是俩东西 然后如果你拍一个 狭盗狭盗一号的 狭盗二号 没准我会更有兴趣看 没了 肯定没了 但是这个青春大战 就突然会感觉 弱一点的感觉了变得 其实就是外转 我觉得那个外转火也挺正常的 在中国市场 在国外市场 其实也还好 但是青春大战8 我觉得主要的看点 还是这个故事 怎么继续往下走了 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正转了 现在已经是 正转 正转的 之前的456的 往后78 现在等于是往后走 最后 9变成什么样 9就结束了 9至少是目前的结束 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坑 这个也说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国外的票房 应该是有保障的 就是国内不太好说 而且还有那个 就是新的那个 就是不是那个 黑武士 现在不是那个谁 那谁的儿子继承了 他继承了 哈里森福特的儿子 哈里森福特的儿子 继承了 韩索罗 对 韩索罗 是吧 是是是 但是他继承之后的话 他现在心里头 一直埋着一个 非常有积怨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其实没有 那个谁 DAS VEDA 牛逼 而且他不受到 不受宠 我其实上一集看的时候 真的以为他要被洗白 或者他要变成好人 但也没有 所以就是现在 绝地武士又没有人了 这为什么叫最后一个绝地 就是那谁了吗 就是这个天行者了 就是小天行者了 小天行者 然后等于现在出的这个女孩 就这俩人 没别了 对 能变成什么样 你看看呗 我上走 你们该聊的是 星巴完了是吧 星巴 星巴也就是今年12月份了 那就完了 感觉今年没有去年多 因为今年做的是半年 去年做的是一整年 咱们做节目做的一整年 再上半年 你再想想 今年上半年的神奇女侠 然后那 异形 变形金刚 对 然后还有那个金刚狼 金刚 对 还有金刚的 还有那个银河护卫队 其实还是挺多的 咱们刚才聊了这么多 把咱们下半年 17年下半年的一些 要上映的大片 挑着聊了聊 然后咱们现在自由发言 我都不知道该说 因为刚才那个咱们聊了都是院线能上映的 然后我说几个咱们可能那个看不着的 但是也比较精彩的 第一个那个电影精魂8 电影精魂7之前一直说的最后一部 但是这次电影精魂8是温导亲自指导 温导回归了 所以我对这个剧情非常的期待 然后就是安娜贝尔第二集 讲的是这安娜贝尔这个鬼娃娃的起源 然后这次那个安娜贝尔二说是要那个 秉承温导的这个风格 然后把这个就是安娜贝尔这系列给他撑起来 就是说这个他他已经对外宣称什么呢 要把这安娜贝尔二拍成 就是拍到那个婴儿房二的一个高度 但是他对外这么说 咱也不知道他具体拍的具体什么样 这个都是在10月和11月左右 就会受应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说的 这个婴儿房第四部 婴儿房第四部这个导演是之前 布拉姆豪斯那个鬼影十路的 里边的一个主创 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但是反正编剧也肯定没问题 雷宝那儿那编剧金字招牌在这 这三部可能咱们没法通过院线去看吧 这导致大家就是这个各找出路 对合作看吧 我没什么可发现 我说是刚才其实我喜欢看的片 对的期待 我想看片基本里边都提到 其实猴子星球算是一个 就是这个猿人崛起 这算是一个 因为那个一二都看过 老片也正在补 然后期待 可能更期待 真的是DC的这个正义联盟 到底是能够拍到什么程度 这个是比较期待 我希望DC能够起来 因为漫威我现在是开始在慢慢认为漫威在走 往下坡路会有这种演化 我是真的认为它在复联三跟复联四结束之后 它可能会面临的就是真空的一些问题 比如演员合约到 然后它很多创作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希望因为作为影迷 希望那会儿有别的片子起来 我觉得正好那过了那几年DC的一些东西能够起来 比如说红色之子 比如说甚至是不是能够拍不易联盟 DC很怪 他自杀小队上来先给你来一个对吧 宇宙一建立先给你来个自杀小队 所以他真有可能会玩很细的 给你拍一些不是主宇宙的事 这种期待还是有的 你看那个自杀小队明显跟之前那几部不大 就是因为他演的是坏人的一堆小人物 他说白了演的是他整个宇宙里的一群小人物 而不是大人物 其实我下半年咱们刚才讲的这些里边 我觉得最期待的还是星战 也不算是星战的迷地 因为我更喜欢这种相对偏硬核一点的 我会比较喜欢 你看其实Cy-Fi电视台那几档 像什么黑暗物质什么的我也都看 是因为一直在找 什么Cy-Fi电视台 就是Cy-Fi 就是SY 那个电视台其实拍的我也都会看 为什么就是 远古外星人 远古外星人我也看 就是这种东西我觉得比较有意思 就是他开脑洞开得更大 你一直在追求人类那个本源 对 我觉得我活不到那时候 所以我看看 我就不看那之前的事 你看完写影评吗 我不写 我就看完之后我就突一痛快 然后玩Cy-Fi电视台 你觉得心窗 对 而且这个我之所以想看是因为这个故事 没讲完 其实后续到底是什么样 他一直到第九部会讲完 所以我其实挺期待看八这个最后的绝地武士 是怎么反击的 然后再往后肯定还有九了 另外这个IP其实在中国没有特别火 虽然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堆死忠粉 大家都比较喜欢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觉得挺值得看一看 他后边要怎么玩吧 但哪就是喜欢看一些那个不上映的东西 不能在中国上映的东西 不是他就喜欢那个经常看不着的东西 你看他就是喜欢文子仁嘛 对 说那几片都是文子仁有关的 今天也是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闲话一下这个2017年下半年的电影 今天主要是聊聊我们各自喜欢的一些电影 然后我想起来有很多优秀的影片 是吧 也会在接下来下半年去陆续上映 但可能我们并不太会去关注那么多 主要是今天我们是按照4S的一个PPT说的 你这一年来是旗帜传媒 这是我们公司 这算一次软植 我倒是跟老板咬钱去 好吗 OK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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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